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苏联军民用钢铁般的意志赢得了魏国战争的胜利 但是在伟大的胜利下 还暗藏着很多不引人注意的阴影 其中就包括被称为绞肉机的勒热夫战役 在莫斯科保卫战取得关键性胜利的情况下 勒热夫战场的惨烈反而更加佐证了战争的复杂性 这场战争是苏联名将朱可夫的滑铁卢 同时也是德国将领莫德尔的经典之战 两种不同的军事思想在战场上激烈的碰撞 也带来了巨大的伤亡 现在屹立在勒热夫知名的白鸽战士塑像 就是为了祭奠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战士 提起莫斯科保卫战 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起来的是 那场特殊的红场阅兵仪式 以及伟大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苏联军民当时用顽强的意志 阻挡住了纳粹德国的进攻 同时也让二战的整体形势 出现了关键性的扭转 说实话 对于苏联军民来说 他们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这并不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用惨胜来形容他也不为过 当时 苏联境内几乎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人 都走上了战场 而勒热夫战役作为莫斯科保卫战的延续 是极为显眼的瑕疵 在进攻斯大林格勒失败之后 有大量的德军撤退到了勒热夫地区 苏联方面 为了将德国人彻底赶出他们的领土 派出了远高于德军人数的部队 进攻勒热夫 结果德国硬是依靠着有限的人力和物资 完成了自己的防守任务 还对苏军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这也是苏联名将朱赫夫 一生最惨烈的一次战争失利 勒热夫战役的整个战线 除了勒热夫之外 还包含了瑟乔夫卡和维亚几马等地区 这些地区共同组成了勒热夫突出部 闪电战的成功 让德国将目标转向苏联 但是纳粹德国的军方对当地的气候 以及苏联军民的抵抗意志 做出的错误的评估 导致其在非常重要的斯塔林格勒战役中失利 勒热夫战役其实是冬季战役的延续 斯塔林格勒战役的失败 并没有打消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想法 他将勒热夫突出部 当作一个进攻莫斯科的跳板 命令中央集团军团的第九集团军阵手勒热夫 站在苏联的角度看 勒热夫突出部的存在 就像是指向莫斯科的一把匕首 如果不能将其拔出莫斯科 将永无宁日 这也是苏联即便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也要拿下勒热夫的主要原因 换言之 这场战役的胜负 既决定了纳粹德国能否东山再起 也决定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 是否是彻底的圆满的胜利 只不过 这场战役最后的发展 出乎了交战双方的预料 无论是从持续时间 还是牺牲人数的角度看 勒热夫战役都是当之无愧的角肉机 当苏联人民再次回忆起这场战争的时候 他们想到的可能不是胜利的喜悦 而是对失去生命的哀悼 这也是勒热夫战役纪念雕像的士兵 被设计成低头垂谋形象的原因 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 这场战役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胜利者 莫德尔接受第九集团军的时候 德国军队的整体状态 完全可以用糟糕来形容 莫德尔当时从军节来看 并不适合担任第九集团军的指挥官 这次任命从某种角度看 算得上是火箭提拔了 刚刚成为集团军指挥员的莫德尔 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 首先当时德军和苏军的人数比差距过大 驻守在勒热夫的德军 仅有26万人左右 而且这些驻军也不全是作战人员 其次就是德军的气势非常低沉 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 其实都是一个虚无缥缈 但是影响力非常大的因素 成语四面楚歌讲的就是一个士兵士气 和战争胜负的例子 莫德尔出道勒热夫之后 时任第九集团军作战参谋布劳洛克 负责接待 莫德尔在与其交谈之后 很快就制定了要切断苏联军队补给 并进行反击的计划 布劳洛克对此感觉非常不可思议 他询问莫德尔是否为反对计划 带来足够的支援 但是莫德尔却胸有成竹地表示 这次的支援只有他一个 显然 他本人对战争的走向 以及他个人制定的作战计划 是非常有信心的 乐热夫战役的结果也表明 莫德尔确实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微操大师 他在战场上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到了极致 莫德尔在这场战争中采用了支撑点战术 这种战术的优势在于其将线性的防御 改造成了机动性更强的点撞防御 德军作为防守的一方 将兵力分散到一个个的据点中 据点和据点的攻击范围是相互交叠的 进攻方必须要一个一个据点拔出 才能够不断向前 这无疑增加全力进攻方的战争成本 对于防守方来说 这也是最节省兵力的布局 当时进攻勒热福地区的苏军数量达到29万人 虽然后期德军和苏军都有增援 但是二者之间的士兵数量差距一直都非常大 莫德尔选择支撑点战术的主要目的有两个 一是要尽可能消耗苏军的有生力量 二是要尽可能拖延其进攻的时间 实践证明他的战略起到了预期的效果 苏联士兵的补给在长时间的敖战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莫德尔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命令部队于1942年1月21日向奥利尼诺进行反攻 仅48小时就将所有进攻的苏军击退 根据德军当时的战报 苏军第29集团军在此次战斗中 苏军投入的阵亡2.6万人 5千人被俘 187辆坦克和373文火炮被德军摧毁和缴获 德军也为此付出了5000多名士兵阵亡的代价 如果单单从战损比来看 德军整体是占有一定优势的 此后就在勒热夫这块土地上 朱可夫和莫德尔两个名将 你来我往互有胜负 最终莫德尔虽然挫败了朱可夫的火星计划 但是因为战争整体形势和希特勒本人态度转变 莫德尔最终还是放弃了勒热夫突出步 苏联成为了最后胜利的一方 不过 莫德尔的撤退是一种战旅安排 并非兵败逃跑 所以当时驻守在勒热夫的德军有生力量 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全 谈起勒热夫战役 除了德国名将莫德尔 最引人注意的便是苏联元帅朱可夫 以及他专门为勒热夫制定的火星计划 朱可夫本人一直主张 将驻扎在该地区的德国第九集团军殲灭 目的是为了让莫斯科拥有更加安全的战略环境 并以此为踏板 彻底打败德国的中央集团军 当时的朱可夫可以说是如日中天 他在1942年的冬季反攻中成功击退了德国集团军 这进一步增强了他对勒热夫战役的信心 但是事实证明 朱可夫这次踢到了莫德尔这块铁板 1942年9月26日 斯大林正式下令对勒热夫地区和斯大林格勒的德国集团军进行反攻 朱可夫负责莫斯科方向的杜军 自此火星计划正式开始 为了取得此次反攻行动的胜利 苏联方面准备了190万的部队和24000门火炮 此外 苏联方面还准备投入1100架战斗机和3300辆坦克参战 可以说 苏联为了胜利是下了血本了 火星计划的整体作战规划 带有非常强烈的朱可夫个人风格 朱可夫非常擅长装甲集群战斗 拥有非常优秀的大军团指挥能力 他和莫德尔的作战风格是完全相反的 朱可夫计划让苏联的七个集团军 从三个方向对勒热夫发起进攻 承担突破任务的则是苏联的装甲集群部队 按照朱可夫的计划 苏联的部队会在德军东西两侧撕开口子 然后将德军第九集团军围监 再追击德国集团军的其他部队 1942年11月25日 朱可夫的火星计划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苏军第39军团在突入德军防线十公里之后 就陷入了苦战 莫德尔的布置给苏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一旦苏军进入到德军的防线内 就需要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德军堡垒的袭击 在这种环境下 防御力相对较低的骑兵部队出现了大量伤亡 随着战斗持续时间的不断延长 苏军整体的战斗力和后勤补给都开始出现问题 德军防线的面积 坚固程度以及德军的战斗意志 都远远超出苏联方面的预料 对于勒热夫战役中苏军的表现 可以从德军第九级团军的战报中 得到较为客观的验证 根据战报中的说法 德军认为苏联方面的指挥在技巧和适应性上比较优秀 但是他们的一些固有问题 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一旦苏军在战场上遭遇了挫折 他们就会失去理智 导致其进攻毫无章法 同时 苏军对于战机的把握也存在一定问题 他们一直没有抓住机遇将战果扩大 由此可以看出 朱可夫的火星计划 被莫德尔的支撑点战术破坏得非常彻底 但是勒热夫的失利 被掩盖在了斯大林戈勒的胜利之下 有关于勒热夫战役和火星计划 最后成为了朱可夫一生中最不愿意回忆的战役 即便是在朱可夫晚年的回忆录中 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事情也甚少被提及 这场战役彻底成了朱可夫的滑铁炉 作为一个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将领 朱可夫其实并不畏惧失败 失败也从来没有达到他 他之所以对勒热夫战役讳莫如深 大概率是因为在勒热夫战役中死亡的苏军数量 可能已经超过其所能承受的极限 将勒热夫战役称为绞肉机 并非严过其事 苏联方面这场战役中 一共组织了进行四次进攻 在这四次进攻过程中 苏联的阵亡人数达到了62万2664人 有115万6485名苏联红军 在勒热夫战役中负伤 纳粹德国方面并没有公布具体的伤亡数字 但是他们至少也有数万人的损失 虽然莫德尔已经尽最大努力 保存了德军的有生力量 但是这些士兵大部分也在接下来的 两场战役中阵亡 勒热夫战役 其实就是苏德两国 对勒热夫突出地的争夺 但是这个地区是否重要到 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来争取 目前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结论 其实 让这场战役演变成绞肉机 就是因为无论是苏联还是德国 在这场战役中都犯了决策性的错误 从纳粹德国的角度看 希特勒之所以让莫德尔死守勒热夫 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 德国在对苏战争中的失败 他还试图将此地作为跳板 向着莫斯科卷土重来 莫德尔在驻守勒热夫的时候 曾经和希特勒起过争执 希特勒想要让第九集团军下属的一个装甲军区南北方向增援其他德军 以便对苏军进行反攻 但是莫德尔坚持第九集团军必须将大部分兵力放在勒热夫的北部方线 此外 莫德尔还认为勒热夫突出部的价值并没有希特勒想象的那么大 并多次建议希特勒放弃死守勒热夫 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因为莫德尔的建议是从军事角度去看待问题 但是希特勒更在意的是失去勒热夫所带来的政治影响 换言之 如果当时希特勒的决策能够理智一些 这场战役可能根本就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 更重要的是 即便挣扎了许久 最后的结果还是和莫德尔当初预估的一样 德军在苏军的压力下只能选择主动放弃 如果说纳粹德国的错误 是希特勒对勒热夫价值以及战役结果的判断失误 那么苏联方面的问题 就是将领的决策失误 以及军队顾忌的问题 事实上 第二个问题的影响是更为恶劣的 苏联军队虽然占据了人数上的优势 但是他们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其作战人员的军事素养相对较差 从沙俄时期到苏联时期 这片土地上的政权都非常擅长大军团作战 但是人数和战斗力并不是完全成正比的 当时苏军和德军的个人战斗力差距非常大 否则苏联也不会出现这么大的伤亡 苏联士兵更加擅长打顺风仗 一旦遭遇阻碍自身 便会出现很多问题 火星计划开战初期就遇到了问题 但是苏联军方的指挥者并没有及时调整战略 反而选择将更多的士兵推向战场 造成了更多的伤亡 所以苏联政府军方以及朱可夫本人 都应该为牺牲在勒热夫的数十万战士负责 和平是如此的来之不易 我们都应该有义务去维护它 18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尽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时 回复001即可观看